欢迎收看黄金年代 人生如梦 回忆如风 感谢您的观看与订阅 大家都知道 上世纪八十年代 香港美女如云 李嘉欣 关芝林 林青霞 张曼玉 王祖贤 哪一个不是美的不可方物 那个时代也并没有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网红脸 全部都是纯天然的美女 今天要说的就是 五十年难得一见的游物 励志 励志上个世纪八十九十年代的香港美女艳星 漂亮性感 也有演技 但是 演技被外在美限制 没能突破证明自己 不过 励志也颇有桃花韵 被众多香港富豪追 跟成龙 何鸿燊传出过绯闻 后被李连杰苦追十年 1961年 励志出生在上海 祖籍是广东 从小便生在一个充满艺术气息的家庭 爸爸妈妈都是搞艺术工作者 励志的父母本来都是上海戏剧学院的高材生 毕业后同时分到了西北地区工作 这二人的结合或许只是为了排遣寂寞 因为父母在励志出生后不久 就开始频繁地吵闹 二人闹离婚的事情 一度闹到了法庭之上 励志三岁时 父母选择了离婚 而她的监护权最终也判给了父亲 丽永熙很快就给励志找了个继母 可是继母对励志并不好 因为她还想要个自己的孩子 所以不可能把过多的精力放在妓女身上 随后她的父亲便申请让励志来到香港 但是这件事却拖了很多年 丽永熙一走 励志的日子怎么可能好过呢? 有了之前的经验 这次励志一个人偷偷背着小书包 逛了大半个上海 接着坐火车去了奶奶家 长大后有人询问她这段经历 小小年纪是怎么飘扬过海的 她回答说 小孩子只要嘴巴会说一点 就会有饭吃的了 她一个外地人 除了奶奶也没有父母撑腰 受了欺负也不敢声张 一直到她上了高中 虽然人出落的越发漂亮了 但欺负她的人并没有减少 男生因为喜欢她而继续欺负她 女生因为嫉妒她而说她坏话 一个人与世俗格格不入 或许本身就是一种罪 1981年 立志终于移居了香港 她的心中重新充满了幻想 香港在当时可是最摩登的地方 灯红酒绿寸土寸金 立志本来觉得这次的香港之行 能够对她之前的人生有所补偿 但是她错了 优质的地区本身就是由社会名流云集而成 而她一个打工妹 就算长得再漂亮 也只是无数花瓶中的一个 只因她没有内涵 立志先找了份售货员的工作维持生计 但是天生便拥有艺术细胞的立志 看的是新一城电影公司并不欣赏她 说她过于吐气而将她拒之门外 下了舞台 立志还听到后台的工作人员说她 粤语烂 英语烂 大陆妹都是爱做梦的花瓶 听到这句话的立志并没有被打击到 反而遇错遇用 她终于明白笼罩在自己身上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了 内涵 既然香港不缺美女 那有学识的美女是不是就会更有优势 找到了自己出路的关节点 立志直接向丽永熙提出要求 她要出国留学 一开始考虑到留学费用不少 丽永熙有些犹豫 于是立志大打感情牌 激起了丽永熙的愧疚心 她终于答应倾尽全力送女儿出国 两个半月后 立志重回香港参加了托付考试 之后便前往美国旧金山大学赌金 主攻商业经济学 等到立志留学归来后 她的气质焕然一新 从上到下迎来了质的蜕变 就这样一直到了1986年 在父亲的鼓励下 立志参加了亚洲小姐的选拔赛 起初立志并不是很情愿的 但在父亲的一番穷追猛打下 立志便重拾了信心参加了比赛 虽然当时参选的人个个都衣着光鲜 美貌出众 但这丝毫不影响立志的美丽 就像是一群绿叶在衬托着立志这朵红花 最终立志在几千人的比赛中杀出重围 融获了第二届亚洲小姐冠军 虽然现场一片虚声倒彩 但是立志还是艳压群方 当时其中一位评委 尼匡甚至为立志代言 把立志评价为50年难得一见的美女 我今年50岁 立志是我50年来见过最美的美女 如果比赛不给她冠军 我就把电视台烧了 由此可以看出立志在当时 一众财貌双全的港姐比赛中有多优秀 虽然获得了亚姐的冠军 拿到了进入影视圈的敲门砖 但立志的事业发展并不是特别的顺利 就像刘嘉玲在香港刚出道的时候 也被称作北姑 因为骑士大陆演员 在当时的香港是传统 她不仅常常在演戏的过程中 被其他演员推到一边去 而且公司给她安排的资源 也都是颇有歧视味道的角色 随后立志又陆续出演了七年之痒 老虎涂羹 群龙细凤 虽然合作的都是当时影视圈有名的大咖 但是立志始终不火 而且在剧中扮演的完完全全是个花瓶 都是一些卖弄身材的角色 有一次在台上跳舞的立志就被赌王遇到了 立志在舞台上魅力四射 赌王何鸿燊一见倾心 赌王是很喜欢跳舞的 二太和四太就是因跳舞勾搭上赌王 反正就是何鸿燊非常喜欢立志 常常带着她出入各种场合 帮助立志结交各种各样的名流认识 慢慢赌王何鸿燊的二太太知道了 一怒之下利用自己的势力启动了传说中的江湖追杀令 但赌王何鸿燊十分的喜爱立志 于心不忍的她便祈求二太放过立志 二太最后也答应了何鸿燊放过立志 但是却提出了一个要求 让立志永远不能踏足香港娱乐圈 1992年立志宣布退圈转身下海经商了 或许正是这段经理让立志意识到 没有靠山是不行的 赌王财大气粗 在澳门和香港都颇有权势和地位 所以面对赌王的热烈追求 即使赌王当时已是六七十岁的老头子 立志也可以委屈求全 但是最终两人还是复欢而散 立志再次尝到了被抛弃的滋味 其实当时立志下海经商前 还和成龙有一段绯闻 同是92年的时候 立志与成龙主演了双龙会 低胸短裙丝袜很是静感 成龙为立志输精活血的场景 让观众们看得也很是热血沸腾 严重让人怀疑 成龙当时是为了自己加了场戏 电影中两人的一段火辣戏曝光后 两人的绯闻自然传出 毕竟有传言称 演过成龙电影的女星都曾被潜规则过 立志当然也不例外 而且从那以后 立志和成龙再也没有合作过 之后转身经商 更是摸棱两刻 在香港的经历 也导致立志后来遇到李连杰 也不敢贸然跟他走在一起 1989年 李连杰受邀返港参与《龙在天涯》拍摄 也就在这部电影中两人相遇 李连杰对立志一见钟情 当时李连杰遇到人生低骨期 腿骨折 医生说可能留下残疾 当时黄秋燕不离不弃 1987年伤好后 两人便结了婚 虽然拍了火遍大江南北的少林寺 但是发展欲足 为了更好发展 妻子黄秋燕陪她来到人生地不熟的美国 第一年生了一个女儿 第二年二女儿出生 遇到立志以后 李连杰不顾及伤在运气中的妻子黄秋燕 坦白称自己爱上了别人 毅然决然提出离婚 1990年 李连杰抛弃黄秋燕和两个女儿 净神出户 她曾在节目中说过 当时见到立志时的心情 突然间生命里遇到一个人 比妈妈兄弟姐妹都更要了解我的内心 但是和发妻离婚的李连杰 并没有转身就娶立志 而是做了一个十年的约定 十年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中间也可能发生很多事情 1993年时 立志所投资的房地产行业 因为泡沫经济的原因 被迫签下了一千万美元的巨款 意识间是寸步难行 而李连杰知道后 和电影公司签下了两年六部电影的卖身合同 来帮助立志还债 最终立志也没有辜负李连杰的期望 投资地产赚取了两个亿 当然立志也没有忘记李连杰 他转身帮助李连杰接下了黄飞鸿 方世玉等快智人口的佳作 因此李连杰成为了新一代功夫之王 1999年 立志和李连杰的那个十年之约来到了 李连杰为立志举办了盛大的婚礼 两人互帮互助 十年如一日地坚守着爱情 最终步入婚姻的殿堂 成为了一段假话 关于立志和李连杰 圈内人是这样形容的 他对立志的宠爱 已经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 只要有李连杰在 立志就连一根头发丝都不会晒到 并且在当年为了照顾怀孕生产的立志 李连杰直接推掉了名片《卧虎藏龙》的戏约 为了让没有朋友的立志多些消遣 他还把名下的20亿资产 全转给老婆名下 让他随便花 即使在近几年再被问到与太太的感情 他也这样回答 爱立志是我这辈子无悔的选择 26岁的誓言 我做到了 如今立志和李连杰带着两个女儿定居国外 时不时依旧秀着恩爱 但这二人恩爱的背后 依旧有着不尽的骂名 可立志和李连杰谁都未曾后悔过 他们称这段感情无悔曾经 如今看来或许的确如此 无论外界对他们有着怎么样的看法 至少如今李连杰的生活很幸福 人生已过大半辈子 再谈对与错似乎毫无意义 或许这就是命运吧 今天到这里就结束了 您对今天的内容有何感想呢 如果喜欢我们的话 请按赞鼓励一下吧 还有别忘了订阅黄金年代哦 我们下期视频再会